大家好,歡迎來到喵戴莉的塔羅占卜頻道 我是喵戴莉,今天的占卜主題是 它對你有喜歡好感跟愛上你的差別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主題,第二個主題是來自MJ的訊息 Michael Jackson有什麼話想要對你說? 好,那今天的占卜小物是我媽媽做的 Michael Jackson小型雕塑系列,以及我媽媽畫的油畫 那這幅畫是在Michael Jackson試試一週年的時候 我媽媽有辦一個油畫展 都是Michael Jackson系列 那這是其中一張,這是Beat It 好,那今天的選項是三個Michael Jackson的舞姿 第一個選項是 CHICK CHICK 這是第一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 這是第二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是 這是第三個選項 OK,一、二、三 好,這個是 And yeah, Billie Jean Not my lover 這個是 Tell me are you the ghost of jealousy 這個是 這個是 Cuz it's a thriller Threat the night 一二三 大家可以开始做选择了 一边跳舞一边做选择 选到第一组 Chick Chick的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质 你可以对应看看 那如果说没有符合的话 你可以再参考第二组 第三组的讯息 可能这一组不是要给你的讯息 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博 仅供参考 好那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 看起来你跟这个人有过争执 可能是关于想法创意 可能是关于关系要不要进展到下一个阶段这件事 想法不同 立场不同 可能有冷战断联争吵 或者就是 封锁 拉黑这种事情 那这个人 第二个特质是 他可能是跟你 因为工作而认识 这是第二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 他很狡诈 就是你觉得他可能只想暧昧 跟你暧昧了很久 那第四个特质是 他 他很受欢迎 就是朋友很多 或者是公众人物 跟Michael一样 好啦开玩笑 总之就是他感觉上是很难定下来的一个人 OK 这是他的特质 那我们来看 如果有符合的话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如果他只想要跟你当朋友 对你只是朋友的好感的话 呃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行为在跟你相处呢 会有什么样子的举动 看起来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只爱钱的人 就是他只跟你聊工作 只爱钱 然后不懂反省 就是 死爱钱 然后接下来你会觉得说跟他相处起来 嗯 有一点不愉快 就是他是一个 不会遮掩自己 坏脾气的人 就他对有好感的人 对朋友就是坏脾气 展露无遗 然后你会觉得说跟他相处起来 好像随时会绝交 因为他真的是太难相处了 那接下来权杖国王逆位 有时候讲话很无情 或者你会觉得他讲话很直接 或者他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同理心 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立场跟想法 很难相处 就是有点随心所欲 我心火速做自己 很丑陋的一面全部展现出来 接下来是宝剑逝者 嗯 然后很会讲话 就很会 很会跟别人斗嘴 或者很会跟别人辩论 大概是这样子 就只会说都不会做 然后你很难吵赢他 很难讲赢他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所以他对于喜欢的人就真的是一个 我心我素做自己的状态 然后人也会有一点竞争心 就是总是要争辩争论 譬如说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争输赢 可是他就是会想要讲赢你 这一点让人不舒服 因为他觉得你应该是他的朋友 你不会离开他 就是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什么 他对朋友说真的是有一点差劲的哦 就是不会有什么付出 然后很多的索取 朋友就是拿来工作之余放松的对象 就是倒垃圾啊或者出去玩啊这样 出去玩分摊费用的对象 对他来讲朋友是这样的人 就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 可是也蛮懒惰的 你会看到他懒惰稠陋的一面 那就是他对你是好感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或者说他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啦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牌 那如果你是他喜欢的人 他会怎么跟你相处 或者说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行动呢 我觉得他 如果你真的是他喜欢的人 你真的很难看得出来他喜欢你 首先他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好的人 可能他的工作具有 比如说对社会造成怎样的贡献还是什么 或者他觉得自己很帅 就是有种莫名的自我感觉良好 以至于觉得自己很帅很漂亮这样子 以至于就是在跟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 他会倾向于先看对方表现 先看你的表现在说 就先看你有没有对他好啊 你有展现出来你的诚意还是什么 那如果你没有达到他内心的标准 就是你没有感动到他 或者他觉得你没有很喜欢他 他会觉得那好吧 那就继续观察 然后他会选择就跟你维持现状 就不要发展 如果你们是朋友就是朋友的现状 同事就是同事的现状 再慢慢观察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那他为什么这么谨慎小心 或者 择偶标准这么严苛呢 因为 首先他内心有一个恐惧 对感情的恐惧 可能是对承诺的恐惧 可能是 就是害怕被束缚 害怕被别人拐 那他自己是一个 觉得 他很忙 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我们说要权杖骑士的逆位 所以 他会怎么对喜欢的人 不是很想承诺 然后花很多的时间观察 那在观察期间随时改变主意 想要逃跑 想要逃避 这是他对喜欢的人的一个 会有的举动 所以就是忽冷忽热 然后 逃避 不想要 承诺 很怪吧 好 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 其他的牌 那他还会怎么 跟喜欢的人相处 互动呢 嗯 看起来他内心 会有非常多的想法 就是他会 想要跟你去尝试 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但是 也可 有可能只是停留在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邀约啊 或者是什么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是 他就只是停留在想象 想象跟你有各种各样的旅行啊 尝试新事物啊 出去玩啊 但是 没有什么行动 然后你会觉得你永远在等待他 那其实他也觉得他自己一直在等待你 就是他等你主动的约他 他主动的 嗯 掏出你的真心 其实他一直在等 看你有什么样子的表现 然后他觉得你没有很喜欢他 他就会跟你 维持一个朋友的关系 他会认为这也是你想要的 所以 以他的角度看 他认为 他是一个 在感情中 喜欢满足喜欢的人的 请求的人 就是你要什么就直接跟他说 这样子 是最直接的 然后他愿意倾听愿意聆听 但是呢 呃 会不会真的去按照你的意思 做 乖乖听话 不一定 所以他的个性蛮麻烦的 然后你会觉得说 他有一点刻意在跟你维持一个距离 不管你多了解他 总是有一个距离感 好 那我觉得他刻意的 不想要让人家太了解他 太接近他 一方面他真的压力很大 就觉得靠近会压力很大 或者 他的工作带来不少压力 那接下来 呃 他还会怎么对待喜欢的人 会让你看到他孩童的一面 就是 呃 有童心的一面 可能是喜欢跟你出去玩 喜欢跟你玩 喜欢跟你玩某一种游戏 或者 就是 你会觉得在你面前 他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人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 呃 莫名其妙的想法 或者 你也可以说 很有创意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当他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举动呢 呃 我现在这个 这个牌的排列 可能会有一点难以看清楚 是这样子 对应的 照道理 他们应该是上下两排 但是我想要 把他跟Michael 站在一起 所以就这样排了 好 首先 他的第一步会是跟他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是差不多的 我们抽到圣杯酒的逆味跟钱必疤的逆味 代表说 他会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钱 很多的利器在没有用的地方 就是 比如说 当他来上一个人 他就想要花很多的钱打扮自己 或者花很多的钱买不必要的东西给爱的人 这是他的第一步 就是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利器在没有用的地方 做一些没有用的努力 这是他自己认为的 那他的目的是 让他爱的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啊 或者就是他很了不起 就是他 就是 上流社会等等 有一点虚荣的成分 接下来是死神跟皇后牌 但这个阶段很快就会有一个法夹弯的转变 180度大转弯 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他的呢 因为那不是真实的他 他也受不了 死神跟皇后牌 他开始会变得比较 就是有一点进步了 跟他原本的他是不一样 他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那这个皇后牌代表 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 他开始变得很传统 比如说 想要认真的谈恋爱啊 想要付出啊 想要照顾喜欢的人啊 像皇后这样子 就是 无条件的付出 他开始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举动 陪你熬夜啊 陪你加班啊 上下班接送这些事情 好 那第二个解释是 他开始会变得很有创意 就跟他原本的他不一样了 跟原本的他总是关注自己 开始会关注他人 然后 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事情 逗你开心 或者 如果他是从事创造力工作的人 他会变得更有创意 就你会觉得说 他在他的工作领域 越来越有创新创意的想法 好像灵感源源不绝 好像谬斯就在他眼前 就是他好像跟谬斯谈恋爱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 就你会觉得他越来越有趣了 接下来是宝剑舞跟世界牌 当他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无谓的竞争 无谓的争吵 就是他会想要惹喜欢的人 想要惹爱的人生气 这是他会有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面 那在这种争吵冲突 或者说跟喜欢的人比来比去 竞争 在这种过程中 他也会得到成长 他会 就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或者说 有一些转变吧 就像有的人 有了小孩之后就会不一样 就是 可能变得特别凶悍 但是呢 从中也有得到成长 所以结论就是 首先他会很虚荣 想要让爱的人看到他 很厉害 很光鲜亮丽 接下来 他会有一个转变 变成愿意无条件的付出 或者照顾另外一半 那在接下来就是 会有一些争吵冲突 或者常常争吵冲突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自己会有进步 就是他会反省 是世界牌 然后你们的关系 也会慢慢朝下一个阶段进行 你会越来越了解这个人 可能会有一点 分分合合的 这种 倾向 这是他对待爱的人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他如果爱上你的话 就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看下面的牌 还有什么 比较明显的行动 举动 当他爱上你哦 你会发现说他很喜欢肌肤的接触 或者你会觉得他还蛮好色的 然后你会发现说他有时候真的很戏剧化 就是很小的事情会把它弄成一个很大的事情 小事化大 脾气很戏剧化 难以相处 有点疯狂 好像有神经病这样 OK 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们两个是各忙各的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世界 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但是呢 好消息就是他也会花一点时间跟你相处 花一点时间走进你的世界 或者让你走进他的世界 跟你分享 有趣的事物跟你一起玩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 所以这一点上你们可能会需要 就是找到一个大家都觉得自在的相处方式 就他有时候可能会希望你按照他的意思去行事 然后你也会希望他按照你的 你想要的方式跟你谈恋爱 这个过程会有一点需要磨合 就你们会有一些争吵 接下来如果你们的争吵多过开心的时刻 我觉得他接下来就会专注在工作上了 然后你们的关系就有一点像同事之间 或者就是一种固定的模式 争吵多过开心的时刻 他就会再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然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渐行渐远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 他在爱情里的模样就是 算是有点控制狂 然后工作狂 你不能让他不开心 如果你让他不开心他就 专注在工作上 好我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特点 他不会喜欢太黏的关系 他会希望感情的 占生活的比例不要太多 然后他对于感情的一个真实想法 他不会讲得很清楚 你会觉得说你好像永远都在一个森林里 追着他跑的感觉 就是他都不会讲得很清楚 然后他有一点心踪不明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麻烦哦 就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可能他自己都不太确定 然后他会有一点挣扎 在挣扎什么 到底应该用他一贯的作风 就是对待公式 出敌公式 对待朋友 对待喜欢的人 跟爱的人相处呢 还是应该要换一种方式 就他会有这样子的挣扎 然后他希望感情是有一点模糊地带的 就是有一点想象的空间或者神秘感 两个人不要靠太近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他真的爱上你 你会觉得他好像 就还是原来的他 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但是刚刚我们在塔楼牌 我看到说他会 跟以往不同 就是 唯一的不同 我觉得他会花一点时间跟你相处 如果他爱上你的话 那他如果只是喜欢你 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工作 他会像对待宠物这样子对待你 所以我觉得你跟他谈恋爱 他真的爱上你 他就会像爱他的宠物这样爱你 可能会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啊 然后一下班就回来找你 这样子 但大部分的时间 他还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间 不会非常绵 大概是这样 好那这就是这一部分的解排 我们再来看一下 Michael Jackson有什么话想要给 第一组的朋友呢 Michael Jackson有什么讯息要给你 第一组的朋友 那Michael Jackson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呢 他想要对你说 嘻嘻 看一下 他想要对你说 距离上一个满月到现在 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 或者你有超时工作吗 超时念书或者超时工作 那你的工作量可能有 比如说医疗之外的工作量 增加了医疗之外的收入 你有得到非常多的成长经验 你的努力你都有慢慢看到回报 那接下来 其实这个阶段要结束了 距离现在到下一个满月的时间 可能就是下一个月 你慢慢会从这个工作狂状态 超时工作 或者疯狂念书 疯狂加班的这一个阶段 慢慢要结束了 你的确已经有一点压力爆棚 那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慢慢的收尾 慢慢多花一点时间 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这个是第一个讯息 Michael要对你说的 请你好好照顾工作 呃 照顾你的身体 你的大脑很累了 然后 呃 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 跟你家里的 人相处 家人 你爱的人 你爱的人事物相处 我们最后抽到一个太阳牌 就是你慢慢要把你的重心 转到你爱的人事物 可能是 兴趣爱好 可能是宠物 可能是家人 多花一点时间跟他们相处 那这个太阳牌 那这个太阳牌 同时代表 呃 如果你 如果你 现在准备要换工作 辞职 或者 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看起来这是一个好的阶段 哦 是一个放松休息的阶段 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 我觉得 呃 不管 你现在觉得 人生要面临什么样子的转变 有一点不安 请你先停下脚步好好休息一阵子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看起来是在下一个满月 左右的时间 所以 再距离现在到下一个满月 这个时期就是给你放松用的 就是给你休息 就是给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的阶段 那如果说你没有 特别知道要做什么 可以找一个兴趣 爱好 去做 或者说上一些课程等等 这些事情都会让你 更快乐 那这就是 Michael Jackson想要对你说的 你可以在家里跳Michael的舞 哈哈 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朋友 你今天的解牌咯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打开小铃铛 那如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 你有任何的愿望 想要许愿的话 你可以常常念金刚经 我们抽到的今天是金刚经 你可以每天念金刚经 在念完之后 将这个功德回向 把界所有众生 地狱众生 所有的孤魂野鬼等等 在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之后 你许愿的力量很大哦 你可以许愿 希望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 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等等 那就祝福你咯 希望你健康平安心想事成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选到大 的大家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 嗯 看起来是男生 那如果说 首先来说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他是你的前任 然后他很难做选择 他有一点选择困难症 然后 嗯 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 很担心他的工作 或者在工作上压力很大 这第二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 可能是你的前任 然后 有选择困难症 或者 你们现在在一个三角关系中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样子的选择 那第三个特质 他很担心他的工作 或者他工作压力非常大 就让他有一点 精神焦虑了 他的工作 那如果说工作没有让他焦虑的话 指的就是 他很聪明 可是呢 他有一点 被害妄想症 好 如果说你是男生 然后你又是异性恋的话 你喜欢的人不是男生的话 这个男生指的是你 那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 想法很多 然后总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 可能是你的前任 然后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就是 好像有一点混乱的状态 想法很混乱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就是想法随时在变的一个人 这他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特质 可能是你前任嘛 那第三个特质就是 也像刚刚说的 精神很容易觉得很焦虑 可能是对工作很焦虑 可能就是想太多 有一点 神经衰弱这样 就可能有某种 莫名的压力吧 很容易担心事情 很容易有很多的担心 这样子 好 这是他的特质 如果有符合的话 我们再来接着往下看 那如果说你 觉得都没有符合 你可以再参考第一组跟第三组的讯息 好 那他如果对你只有 普通朋友的好感 只把你当朋友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 怎么跟你相处呢 首先我们抽到圣杯酒 你会觉得他对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他很爱自己 接下来是钓人的逆位 代表说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懂反省的人 从来不认错 然后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 而是永远要求他人 言以 言以律他 宽以待己 好 接下来是 战车逆位 跟愚者逆位 你会觉得在他身边有一种压抑束缚 因为他实在是太自私了 或者他有点 我行我素 随时放你鸽子 不负责任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或者你会觉得说 你在他身边 对他付出他看不见 那在你不理他了 他又会来找你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是 皇后逆位 跟圣杯骑士 霸道 然后 可能会情绪勒索 或者是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人 就是你会觉得他 有一种西光周围人能量的感觉 有一种充满负能量的感觉 或者就是 要你配合他 要周围的人都配合他 好像世界是围绕他转的 这样子 圣杯骑士 可能会拿出一些东西给你 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就他也不顾别人想不想要 用他的方式在对周围的人好 自己以为自己很大方 就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看起来他真的是 如果他只把你当朋友 这个人对待朋友的方式 是蛮糟糕的啦 接下来是 圣杯四 跟圣杯一 逆位 如果他只把你当朋友的话 你会觉得跟他相处起来 心情真的不太开心 就是 要么就是被他影响心情 要么就是 你会觉得这种 友情 好像是想象中的友情 他不是一个 很好的朋友 可能他有一点 只会所求 不会付出 在友情 这一块 有一点糟糕 他是一个糟糕的朋友 对待朋友是有点差劲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牌 如果他只把你当朋友 他会怎么表现 嗯 你会觉得有点看不清楚 他的真实面目 他可能有好几面 但那好几面好像又是 是 演出来的 就可能假装很坚强 假装过得很好 或者 嗯 有时候会用苦肉计 然后同时 他会让你看到 他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可是呢 有时候又有太多想法了 让人觉得很烦 让人觉得很烦 就是他好像想法随时在变 或者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让周围的人也觉得很烦 就是想太多 担心太多 如果他把你当朋友 你会看到这一点 就是他会跟你分享他各种各样的想法 然后想法多到寸步难行 就是没有什么行动 永远在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 嗯 你会觉得跟他之间有一种界限感 就是你 很尊敬他 就像 该怎么讲 你努力的去帮助他 或者 照顾他的感受 或者 尊敬他 尊重他 不一定行得通 就是你 他是一个很难取悦的人 他对待朋友 就是 朋友很难取悦他 或者朋友很难 朋友对他的付出 他不一定会领情 大概是这样子 好讨厌的人 接下来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你会觉得 有一种 这个人好像是过客的感觉 就是 跟你好像没有什么感情 是所有的牌一起看 感觉上他就是 有点狐朋狗友的感觉 如果说他是你的朋友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狐朋狗友 大概是这样子 有点狐朋狗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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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的話 結論就是 他對你的生活 或對你這個人沒有什麼 益處沒有什麼 會幫助到你的地方 或者幫助你成長 幫助你進步 反而會讓你覺得有一點 心情受影響或者 就是 每次都被他拖下水 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他喜歡你的話 會有什麼樣子的舉動跟行為 我覺得蠻難看出來的 首先皇帝牌跟 女祭司的逆位 看起來他是會有一些務實的 舉動譬如說 請你吃飯或者 陪你去哪裡哪裡 他會做一些實質的 付出可是他就是不會 表白他就是不會告白 不會表達出來 這個是女祭司的逆位 可能是驕傲可能是 幼稚 可能就是他 之前有受過傷他不想要 就是他不想談戀愛 對感情是有點排斥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抽到 錢幣十跟 全帳五的逆位 如果是 如果你們是工作認識的話 他可能就跟真的就是 把你當同事一樣在互動 工作夥伴 那如果說你們不是 經由工作認識 他最多跟你聊的內容就是工作 然後你會覺得說他真的是一個工作狂 接下來是全帳五逆位 可能在工作之餘 他會跟你有一些 嗯 口角爭執 就是他會 刻意的做一些讓你生氣的事情 或者 就是沒事找事 你會覺得他 好像話裡有刺 這樣子 話裡藏刀 你會覺得他有一點莫名其妙 那接下來是 寶劍石的逆位跟全帳歧視 有時候對你很熱情 會有一些行動展現出來 就是可能帶你出去啊 問你要不要出去啊 還是買東西給你啊等等 可是一下又消失了 一下又 好像要從你們的互動中放假一樣 就是有時候他要休息 週末要休息這樣子 那這個寶劍石的 逆位還有一個含義 是說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負面的人 你慢慢會看到他有一點 可能有受過傷還是怎麼樣 就是他會有一點 跟他講話 你會覺得他好黑暗喔 他的世界好黑暗 這樣子 好像除了工作 他就沒有其他的樂趣了 然後他又特別 就是特別喜歡找事做 就是一下 打電動 一下又去學什麼課程這樣子 停不下來 不喜歡 休息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他對你好像有一點 三分鐘熱度這樣子 這是他對待喜歡的人的方式 還有什麼 聖杯石的 聖杯石的 逆味 跟 教皇 逆味 也就是說他 嗯 他對感情是蠻悲觀 或者負面的 想法 你會感覺得到 或者他跟家人 他會讓你知道他跟家人的關係並不好 他有一點孤僻 喜歡獨處 就他會讓你看到這些 他的個性 然後他會覺得說 只有自己才不會背叛自己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他曾經有受過一些傷 然後這些傷還沒有過去 所以他只相信 他自己 你會有這種感覺 好 那他到底還會有什麼樣子的行動 可以展現出來他喜歡你呢 你會覺得他很欣賞你的外表 這第一個解釋 就是他會說 你很漂亮啊 你穿什麼衣服 很好看 很帥 很美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 他會 讓你覺得 你們兩個的 共同點 很多 這個是他喜歡你的 最明顯的一個徵兆 就是好像 他覺得你們兩個 是雙胞胎一樣 就一直在找你身上 跟他有一樣的共同點 所以他也算是蠻自戀的 跟他一樣才是好 接下來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工作狂 或者就是常常跟你聊工作 如果他喜歡你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有些肢體碰觸欸 或者他會讓你覺得 你們兩個其實蠻搭的 就是 總是想要跟你好像有一些 共同的興趣啊 共同的 共同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你會覺得他有在刻意的 找 你們兩個都會喜歡的活動 可是呢 這也是一陣子 等這一陣子的 心血來潮過去之後 你又會覺得他是一個無聊的人 就他好像有時候 又沒有話跟你講 那其實這不是你的問題 他本身就是一個 不是很浪漫的人 就他的 關注的點 永遠是自己啦 好 接下來 你可能會發現說他 你會發現嗎 第一個解釋喔 第一個解釋喔 你會發現他好像 就有一種 自己跟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他會讓你看到他這黑暗裡面 如果說他喜歡你的話 他會讓你覺得他好像在一種低潮中 突然間安靜下來了 突然間 好像有憂鬱症這樣子 就很憂鬱這樣子 那第二個解釋是 你會覺得突然間又被他 忽略了 所以結論就是喔 一開始他會讓你覺得你們很有共同點 然後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然後慢慢慢慢你會發現 他原來那麼無聊 甚至有一點黑暗 然後很孤獨 會讓你覺得他 就是他會認為全世界都不了解他 你會看到這一點 當你看到這些 他的這些 不同面貌之後 就代表 他其實是喜歡你的 好 還有什麼舉動喔 你會覺得他對你跟對別人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有一點特別 這個你要細心觀察 可能會有一點 隱晦含蓄 然後你會參與到他人生的 譬如說工作 他會跟你分享他隨時在幹嘛 他現在去哪裡了 接下來 工作之餘還會跟你有一點黏 跟你聊 他在幹嘛 你會覺得印象中他總是在忙 但是 你總是可以找得到他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他好像 有一點像機器人這樣子 就是 你有點進不去他的世界 是一個有一點孤僻孤獨的人 大致是這樣 好 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他愛上你的話 他會有什麼樣子的舉動 錢幣3逆位 權杖6 錢幣4 這幾張牌都有一個含義是說 他對於意見啊 或其他人的想法啊 還是 就另外一半的想法 他是有一點 不認同 或者不願意改變 他是一個不太願意改變自己的人 就算他 在跟別人談戀愛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喔 他都不太願意改變 然後他只想給自己給的東西 然後只想拿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你會覺得說 你對他的付出 他不一定會領情 然後同時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對你付出 就是你不一定會喜歡的方式 還是這樣 你會覺得他有一點自私 然後他看待金錢 或是說看待工作 看待成就感 比感情重要 以至於你們兩個 可能會因為這樣的問題 而有一些 摩擦 爭執 或者 分分合合 那如果他愛你的話 權杖6 正義排 你們還是會和好 可能會經過這種分分合合 他還是會願意解決衝突 但他解決衝突的方式 可能是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 所以 譬如說就是買東西給你 好 好 那還有什麼 權杖7 逆位 戰車 第一個解釋是說 他會覺得他自己 就是他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 不夠成功 然後他總是在追逐一個目標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跟他相處起來就是 他永遠眼睛是盯著他自己的 未來 工作 或者 他想要達成的目標 那感情就真的是 被放在比較後面的位置 你可能會覺得說 在他心目中 你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 如果他愛你的話 所以他會願意解決你們的衝突 但不一定會改變他自己 然後他可能會學會 盡量學著控制他自己的情緒 但不一定有用 就是可能改不了他的脾氣 或者改不了他 把感情放在工作之後的這種習慣 這種個性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是有點像將軍這樣的個性 永遠覺得 他要征服什麼樣的目標 好 我們再來看下面的牌 還會有什麼樣子的特質 他會怎麼樣跟你相處 如果說你是他 愛的人 可能會聚少離多 如果你們是遠距離的話 這張牌就指的是遠距離 但他還是會希望你 跟他有一個家庭這樣 他會把你當作家人 然後可能是一種很傳統的關係 就是 女人在家裡等待 男人出去 拆果子還是幹嘛 密實 然後他有時候會讓你覺得 他在看你在幹嘛 有一點控制欲 好 控制欲 恩 該做的事情不願意做 就是他會推卸一些責任琐事 或者照顧小孩的責任 他會覺得這是你應該做的 他就負責工作就好了 就是他對待愛的人的方式 然後可能很多事情要女生變得很強勢 女生會覺得很累 如果他是男生的話 就表示 他算是一個蠻大男人主義的人 如果說他是女生的話 這張牌指的是 他會對自己的另外一半有非常多的期望 在家庭上的期望 會希望另外一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就是 承擔 家庭中的責任 如果他是女生的話 那如果做不到的話 他會覺得壓力很大 或脾氣很不好 他會需要一個 恩 對於家庭 對於感情 跟他有一樣想法的人 就是 有共識啊 共同方向 如果你不能配合的話 他會覺得你不是那個對的人 不管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都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你要跟他有一樣的 目標 一樣的 角度看待家庭 男生該做什麼工作 女生該做什麼工作 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 好 他愛上你 你會覺得他總是 有一種好勝心啊 勝負欲 競爭心 然後他總是覺得 自己不夠好或者 很愛面子這樣子 你會看到他這一點 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工作上 所以跟他相處的時間並不多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說他 在家庭中就是 是 有一點陌生 沒有臉的人 就你會覺得說是一個家人 但是呢 聚少離多 咦 他是醫生嗎 第一個解釋他是醫生 之前有 各瞻的人抽到 是醫生的人抽到 第一種解釋是醫生 然後他總覺得自己在跟時間賽跑 他非常多的時間都要花在工作上 他很在乎面子 或者很在乎自己有沒有做到令自己滿意 然後他會是一個還不錯的家人 可是呢 聚少離多 很多最好的場合他可能不會出席 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點逃避 家庭生活中的黑暗面 就是他 會傾向於把家交給另外一半 去打理自己就做工作就好了 他的責任就是工作 他把工作做好 就阿彌陀佛了 這是他對待愛的人的方式 就對你有家人的期望 然後你來幫他照顧家裡 照顧家人 大致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 下一個主題的占卜 Michael Jackson有什麼訊息要給你呢 那第二組的朋友 Michael Jackson還有什麼訊息要給你呢 首先我們抽到 Five of Autumn 寶劍舞 對那傳統塔羅的寶劍舞 這張牌是說最近你可能在一個 有毒的狀態中 或者說前一陣子啊 前一陣子到現在 最近稍微有好轉 那什麼樣子有毒的一個狀態呢 可能你會覺得 周圍的人對你有一點不懷好意 或者 周圍的人不看好你的目標方向 可能就是跟周圍的人事物有關 有帶來一些有毒的感受 然後你會覺得 那個人間冷暖自知 就是會覺得這個社會好冷漠 或者怎麼樣 好 錢幣6 可是呢 你本身是一個很有 創意的人 或者你是一個可以 改變這個世界的人 總之啦 其實你是一個比你想像中更有能力的人 請你找到你自己的 那個自我價值 那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找到的話 Michael想要跟你說 我們抽到了 勿忘我 跟 錢幣 試者 你可以開始一些新事物了 新的開始 新的方向 那這些新的開始 都會讓你在 在情感啊 精神層面 有所提升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你可以考慮 出去散散心 大自然裡面散散心 安全的地方啦 就是不要聚集 聚集人群的地方 你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到大自然裡面唱唱歌 跳跳舞 這些事情都會讓你 或者是騎車 都會讓你覺得有所放鬆 就是你是一個很需要跟大自然接近的人 然後接下來我們抽到 聖杯舞 權杖國王 然後聖杯酒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可能你最近有一點 該怎麼講 對於生活感到不滿 或者就是有一種 某種低落的感覺 可能你的目標很高 這第一個解釋喔 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事情結束了 有些事情正在結束中 可能是來自感情中的不快樂 可能是來自 人際關係的不快樂 也有可能就是工作上的 一種失落感 不管這種失落感是來自於哪裡 其實你很努力 MICLE知道 然後MICLE想要對你說 呃 有些事情 如果你盡力了 那就這樣了 沒有關係 接下來 設定一個新的目標吧 讓這個不快樂的感覺過去 設定一些新的方向 新的目標 新的計畫 這都會讓你感覺更好 其實你是一個充滿力量的人 只是有些狀況 不是你可以掌控的 那這就是人生嘛 所以你 最好就是笑一笑 一笑置之 就當作是路過好了 對於那些不順利的事情 接下來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做一些善事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就是 呃 對啦就是善事 你可以做一些 正能量的事情 幫助他人 或者說幫助小動物 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權杖國王 在這一組 這一副牌中的一個含義 種下一些 正面能量的種子 然後接下來你會感覺到 非常的豐盛 聖杯酒 你會覺得 好運連連 就你需要做一些善事來 轉運了 然後接下來你可能會有一種 非常幸福的感覺 或者你會 有一種 喜悅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 你會得到一些好消息 在經過你 可能做一些 什麼樣子的善事 救濟動物啊 還是幹嘛 你可以自己 設定目標 你每天日行一善 這些事情都會讓你 重新振作起來 會對你有一種 愛的 愛的能量的 回來 所以Michael想要對你說 如果你覺得最近很不順 你就做一些 好事 幫助他人 也幫助自己 你會發現說 你其實是一個 很有能力 去幫助他人的人 然後你也會找到 你自己的自我價值 你會覺得 你在這個世界上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存在 其實這就是事實 那你要透過做善事 你才會看到這一點 就是你自己原來 這麼好 所以你可以去唱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你可以去唱歌了 可以去唱這首歌 Michael教你多做善事好嗎 不只是捐錢啦 就看你自己 想要怎麼做 開心你就怎麼做 然後當你把愛 傳播到世界各地 這些愛的能量 都會回到你自己身上 你就會意識到原來 你是一個 充滿能量的人 充滿力量的人 好 那這就是給選到 第二組的朋友 你今天的節拍囉 非常感謝你的觀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我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打開小鈴鐺 那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如果你有願望 想要許願的話 你可以常常念大悲咒 回下法界所有眾生 所有地獄誅 最虎眾生 這個世界的孤魂野鬼 以及 所有的 生病的人 醫療人員 回向這個疫情 等等 然後經過這樣子大的回向 你許願的力量很大 你可以許願 祈求家人身體健康 祈求疫情趕快結束 等等 那就祝福你囉 希望你健康平安 心想事成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選到第三組 Thriller的大家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你心裡所想的這個對象 它有什麼樣子的特質 你可以對應看看 如果沒有符合你心裡 所想的這個對象 的特質 你可以參考第一組 跟第二組的 牌 看看有沒有符合 這個對象最大的特質 之一 就是它可以帶給你很多的 希望跟創意 就第一個解釋是 可能他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第二個解釋是 你們互相都很有創意 然後這個人會讓你有更多的靈感 做更多 你不曾嘗試過的事情 就是你會因為他 多了很多靈感 或多了很多想要去 做各種各樣嘗試的 衝動 創意 創作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 其實你們彼此有帶給彼此很多樂趣 就是可以像小孩這樣子 玩來玩去 可能你們 會互相丟紙條啊 或者 做一些這樣子 互相畫卡片啊 或是什麼 或者就是 互相給對方驚喜 好 還有什麼 然後這段關係中 如果有女生的話 女生是比較年輕的 會有一點年齡差距 那如果說 這段關係中 沒有 就是 是同性戀的話 好 這組牌看起來 有過 分分合合 或者說 有過斷連 有過爭吵 有過分手 結束 然後 有部分的人選到這一組 可能 就是 曖昧的很久 一直沒有找到 到底要 要不要發展 這一個方向 就還沒有 答案揭曉 到底是要發展 還是不發展 還是 一片模糊 然後 跟這個人之間的關係 有的人 可能是遠距離 或者就是 外國人 不一定是遠距離 但外國人 有文化差異 大概是這樣子 好 然後如果關係中 有女生的話 其中一方是 嗯 就是 女生的這一方 可能 結束過這個關係 如果沒有女生的話 指的是 關係中比較年輕的人 結束過這個關係 那如果說關係中 也沒有比較年輕的人 就這個關係 曾經結束過 被一個 個性比較幼稚 年輕的人 個性比較不成熟的人 結束過 好大概是這樣子 有符合 全部符合 或者說符合幾項的話 這一組的牌 就是要給你的 我們來看下面的 問題 好 如果他把你當做普通朋友的話 對你有好感這樣子 他會怎麼跟你互動相處呢 我覺得 嗯 錢幣七 全帳五 你會覺得他 真的就是一個 很喜歡當大姐大 大哥大的人 就是 就是有一點 想要掌控全場 可能他都是 付錢 請客的人 或者他都是 組織活動的人 就是計畫安排 大家一起去哪裡 或者 或者 很喜歡當那個 倒水成飯的人 大家一起出一聚會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當這樣的角色 好還有什麼 幫大家買東西的人 然後其實他 他還過於想要展現出 他是一個 成熟的大哥大大姐大 或者 溫和好相處的人 反而有一點幫手幫腳 你會看不太出來 他到底 想怎麼樣 其實他 對於跟朋友之間的相處 是有一點 不自在的 他很喜歡 督促 你會覺得說他好像在 一個團體裡面 沒有什麼 自信或者 話不多 然後又很喜歡服務大家 你看不太出來 他到底 有沒有不開心 或怎麼樣 然後又有一點勉強自己 就是 你會覺得說他是刻意在服務大家 好還有什麼 太陽的逆味 錢必試者 我覺得他對自己有很高的期望 你會看到說他 非常愛工作 很愛工作的這一面 會出來 然後跟他相處有一點困難 他有一點冷淡 對於人際關係是很冷淡的 雖然他喜歡服務大家沒錯 可是 他不是常常都約得出來的人 如果他對你只是停留在朋友的好感 大概是這樣 他太喜歡獨處了 然後他太喜歡當某個 領域的權威 所以他非常的努力 你會看到這一點 就是很難約出來 然後很 雖然很隨和 可是又好像 不是很喜歡 在人群中 然後可能有一點喜歡梳教 就是覺得自己 自己是權威這樣 自己是老大 很喜歡當老大啦 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看看其他的牌 如果他把你當做普通朋友 你會覺得他真的非常孤僻欸 整天宅在家裡 是宅男宅女 祝福夜出 然後你會覺得說他跟你說的話 雖然有一種 他想要融入人群的感覺 可是又有一點在說教 或者有一點官方 他說的話好像都在 都在公佈一些事情的感覺 就是聊公事或者 或者就像大家 這個團體中的一個 長輩這樣 前輩長輩 然後他真的很孤獨 或很孤僻 喜歡站在一個高處啦 然後可能會跟你說一些悄悄話 把你當做朋友的話 或者就是他想要表達的東西 都還蠻隱晦的 你看不太出來 他到底在幹嘛 或者說到底想要說什麼 太喜歡自己一個人玩 然後他其實是跟人群 有一點格格不入 就是 可能會分享一些有趣好玩的事物 但他總是 總是一個人在玩 就他跟大家是有一點脫節的 跟社會有一點脫節 好 如果他把你當做普通朋友 或對你有好感 大概是這樣 他會跟你分享一些事物 可是 就你還是覺得跟他好像 頻率不對或者 很難聊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下面的牌 如果他喜歡你的話 看起來 他是那種 會緊張 會害怕 然後會慌亂的人 就遇到喜歡的人 會慌亂 所以他在 喜歡上一個人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膽小 我們抽到 寶劍巴 寶劍石的 逆味 沒有自信 很慌張 所以如果說他在你面前 總是 總是打翻水杯 或者 總是做蠢事 慌慌張張 像一個冒失鬼 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特徵 那第二個特徵是 呃 看到你可能會想逃跑 就是像 小偷看到警察這樣子 就是 會躲你 那接下來 月亮 寶劍六 逆味 你們的關係會停止 然後 他心裡有各種各樣的懷疑 可能是懷疑你們 到底適不適合啊 懷疑自己是真的喜歡你嗎 或是說有很多自我懷疑 不安全感 萬一你不喜歡他怎麼辦 這真的是 真愛嗎 兩個人適合嗎 他自己有什麼 值得被愛的地方嗎 就這種各種各樣的疑問 懷疑 讓他 變得固執 所以你指望他 讓這個關係前進不太可能 如果 你覺得他有喜歡你的話 那他喜歡你的一個方式就是 愣在原地 然後接下來 聖杯舞 正義逆味 恩 你會感覺到他 就是 不太快樂 如果說 他沒有任何行動 然後你也沒有任何行動的話 你會感覺到他對於 對於你們之間的關係 是一種很 消極的狀態 就可能 你整天看到他 都是不太快樂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也可以感覺到他有一種 悲傷 然後你跟他溝通也很難溝通 正義的逆味 他覺得好累好難過 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 想怎樣 這就是他在 喜歡的人的面前的一個狀態 跟喜歡的人相處的一個狀態 好 如果說還是很不確定的話 我們來看下面的牌 會有什麼樣子的行動 我覺得他會跟你聊一些有的沒的 就是 聊聊 好 但他不會告訴你 他喜歡你 或者說他會傾聽你 跟他說話 他喜歡傾聽 但他不喜歡說 接下來 你會覺得他還是很用心在工作上 因為他對自己有很多的懷疑 覺得自己不夠好 好 然後 就越來越多的 這樣子的想法 就覺得自己不夠好 覺得自己 很悲哀 再一種 想要把自己 關起來 躲起來的狀態 所以你就會覺得他到底怎麼了 這麼憂傷 那就是他喜歡你 然後他希望你多說一說你的想法 就是他想要傾聽你的想法 他不會想要當那個先告白的人 然後他可能有時候會讓你覺得是一個浪漫的人 或者 你會覺得他對你是有一點 不一樣的 就是可能會 分享一些浪漫的事物給你 然後會在文字上特別關心你 或者就是跟你分享音樂 或者是跟你跳舞 總之他會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譬如說分享他喜歡的情歌給你 或者他是一個唱歌的人 他可能會唱歌給你 或者是寫情書給你 就是用一種隱晦的方式表達 他對你的喜歡 然後傾聽你的想法 他很喜歡文字溝通 除此之外 我覺得他還是會花很多的時間 做他自己的事情 各忙各的 你可能會覺得你在等他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就是 就是有一種互相等待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他好像 不知道在浪費什麼時間 沒有追你 好像有喜歡你 可是就一直都沒有追你 一直都沒有表達 會有一點雙重人格的傾向 會有一點雙重人格的傾向 就是一邊對你有很多的熱情 你可以感覺出來 可是他又會朝一個反方向去發展 就是朝一個反方向走 就像前面說的 會逃跑 那為什麼會逃跑呢 因為他想到家人 想到他自己的家人 以及你的家人 或者就是想得很複雜 想得很長遠之後 他覺得頭好痛 所以 他會搞不清楚他到底應該 他到底應該 怎麼做 他是傾向於跟自己 精神上有 共鳴的人 在一起 他會喜歡跟他可以多 用文字溝通的人 然後他會希望 就是會有一點 逼你表白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 你不想要跟他溝通 你不想要跟他表白 他就會跟你冷戰 所以 結論就是 他會怎麼對待喜歡的人呢 呃 會喜歡傾聽你的想法 有時候會分享一些浪漫的 隱晦的表達 暗示 暗示他對你的喜歡 好感 喜歡啦 喜歡 你會覺得他很喜歡你 可是他又 沒有追求你 你就搞不太懂他到底想怎麼樣 那是因為他有點擔心 他想得很遠 擔心 組建家庭這種事情 他覺得有一點壓力 會想得很遠 然後他會希望你 你主動的找他說話 主動的表達 那如果你不主動的 找他或表達 或者你逼他表達 他就會跟你冷戰 這是他喜歡你的行為 就是好像有一點自閉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下面的 牌 那如果說他愛上你 他會有什麼樣子的 行動 表現 首先我們抽到 命運之輪逆味 錢必欺 也就是說如果他愛上你的話 首先他會懷疑 你是不是對的人 你是對的人 我才要付出更多 他才要付出更多 他才要在你身上投資 所以呢 他會把這個情感投資看得 很小心謹慎 就是他會擔心說自己 愛錯人 所以會有一點斤斤計較 或者 或者就是有一點盤算這樣 然後他會擔心自己 是不是在一個不對的時間 去談戀愛 如果說是不對的時機 我覺得他也 會很猶豫 那會讓他這麼謹慎小心的原因是 呃 他會擔心他的愛 只是一時的喜歡 然後當面臨到 組建家庭啊 或者 他跟他家人之間 有什麼樣子的心結 就如此類喔 他會 很嚴格的 神聖的看待 關係 就是他的家人 讓他不敢 放手去愛 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 權杖四 權杖國王 他會更努力的 用心經營他的 生活 或者說 想要賺更多的錢 想要為未來存錢 或者 更上進 就是他愛一個人的表現 他會更努力拼命工作 然後會做一些計畫 就是未來的規劃 跟這個人之間的未來規劃 或者就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 規劃他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調整到一個 適合去結婚或者適合 有能力去愛的一個階段 就是他會想要變更好 想要負責任 當然這是他的計畫跟打算 那他真的做得到嗎 不一定 如果他做不到的話 或者他感覺很累 我們說到 贏者逆位跟保健二逆位 他會變得很混亂 他會不知道他當一個工作狂 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第一個解釋喔 就是他會覺得 有必要那麼累嗎 單身就不用那麼累了 他會有這樣子的自我懷疑 那第二個解釋是 如果感情跟工作失衡了 他就會陷入一片混亂 然後他覺得很難過 一邊又繼續當行屍走肉 繼續就是像Sweeter這樣 就是像喪屍這樣子在生活 麻木了 然後心情又不好 然後心情又不好 身體又很累 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 然後在這種 工作狂狀態 最容易分手 所以他對愛情是蠻悲觀的 就是他覺得他為了感情 犧牲奉獻 努力工作 換來就是另外一半覺得 陪伴不夠 再見 這是他對感情的一個看法 那也是他愛上一個人 會有的一種狀態 好 還有什麼 沒有看到他愛上你會有什麼樣子的舉動 除了瘋狂工作之外 看看喔 他會讓你看到稠陋的一面喔 真實的一面 可能是沒刮鬍子或者 沒有刮腿毛的一面 或者就是你會看到他 沒有修飾的一面 不修蝙蝠的一面 就跟喜歡的那個階段差很多 還有什麼 然後他如果愛你的話 他會讓你管 然後也很需要你的鼓勵 你會看到說他是一個 很容易受挫的人 很容易感到有挫折 很需要鼓勵 很垂頭喪氣這樣子 好還有什麼 可能常常會因為兩個人都很忙 而不知道為什麼變成冷戰了 各自有各自的興趣 他是一個蠻容易活在自己想像中的人 就他覺得他 愛上一個人 接下來他要怎麼做怎麼做 可能他這些想法都不會跟另外一半說 就直接去做了 所以另外一半就會覺得 他怎麼那麼自我自私 永遠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其實他覺得他自己 為感情做了很多努力 那這一點 作為他的愛人 如果你是他的愛人的話 請你多多包涵 因為他是一個喜歡 用行動去表達 那用行動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體現出來的 這就很累 這就很麻煩 還有什麼 如果他愛你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們曾經擁有的那些美好回憶啊 都是他演出來的 就如果說他曾經是一個很貼心 很會說甜言蜜語 或者很會照顧你感受的人 那可能是你還不夠了解他 當你真的了解他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他就是 他是一個很需要 鼓勵肯定 很容易受挫的人 很需要有人 可以 無條件的支持他 所以他愛你的話 他慢慢會讓你看到 其實他很無奈這樣 還有什麼樣子的行動呢 我覺得他會想要在愛的人的面前 展現出一種輕鬆的姿態 就是明明很辛苦 可是又想要讓你覺得沒事 就很多事情他都不會告訴你 這樣子 其實他很辛苦 然後他有在為愛的人努力 然後事情接著來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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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做不完 工作做不完 壓力好大 就跟醫生一樣忙 或者他就是醫生 總之你會覺得說他每天都好忙 每天都很累 然後很需要你的鼓勵跟支持 那可能選到第三左空 你們會覺得這樣子的對象 相處起來累的點就是 他需要陪伴跟支持 可是他卻沒有給你陪伴跟支持 所以你就是變成 你自己要陪伴自己 然後再陪伴他 你自己要支持你自己 再支持他 就對了 就是超人女友 或超人男友 這是你要扮演的角色 好 大概是這樣 那這就是這一部分的解排 我們再來看一下 Michael Jackson 有什麼話想要對 選擇上第三組的朋友說呢 第三組的朋友 Michael Jackson有什麼話想要對你說呢 他想要對你說 目前你經歷了一個困境還是低潮嗎 或是前一陣子 可能是一些就有的習慣 你應該要釋放掉了 或者你最近的生活習慣 可能有一點讓你覺得非常疲勞 那你應該要維持一個睡眠充足正向的一個循環 可能有一點惡性循環 是一種生活習慣或者工作太累 還是說感情讓你覺得走到一個低潮的階段 讓你自己覺得心情非常不好 這是前一陣子 那如果說目前你也有這種感覺的話 可能你正在經歷一個內心有一點自我毀滅的狀態 我們抽到 3 of autumn 對應到傳統塔羅的 第一個是井 第二個是對應到傳統塔羅的寶劍3 所以選到第三組的朋友 看起來 目前如果你有在經歷一些情緒上的崩潰 那是必須要來的事物 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責 可能是最近跟家人有什麼口角爭執 或者工作上帶來的不開心 你跟某些人會有些衝突爭執的話 這些都是你必經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不用覺得就是 崩潰了之後又很討厭崩潰後的自己 有一些罪惡感或者內疚 可能是對周圍的人有些內疚吧 那你要注意到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緒 以及這些情緒的來源是哪裡 那看起來可能 你要開始調整自己的作息了 就是你一直以來有點太累 過勞 然後 然後 我們抽到了 錢必二 跟 寶劍 國王 也就是說可能 這些負能量的來源 是來自於他人 或者你周圍有一些人 現在在一個很緊繃的狀態 那你可以 好好的聆聽他們 這第一個解釋喔 就他們正在經歷一些 危機 或者困境 低潮 可能是你 可能是指的是你周圍的人 你要對應一下 這樣的狀況 那他很需要有人可以跟他聊聊 所以 是建議你最近就先跟周圍的人 關心一下周圍的家人 朋友 那些需要聊一聊的人 可能沒有說出口 可能是你 可能是別人啊 那如果說是你的話 你要找到一個管道 讓自己放鬆 給自己多一點的空間 然後 記得一定要睡眠充足 好好的照顧自己 專注在生活中 正面的事物 如果說你 情緒上有一點 崩潰 暴走的話 是時候要休息了 你壓力很大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抽到 保健4 在經過一個休息休養之後 我覺得你已經會發現說 有一些 惡習 或者 可能是指惡習 可能是指 工作狀態 可能是 你生活的一個模式 要發生一些改變了 你要做一些自我的突破 跟調整 就你會覺得 嗯 你不要再這樣生活下去了 大概是這樣子 可能是 丟掉舊物啦 或者 找到一些新的 愛好 或者就是創作 可能你會覺得你一直以來 真的太過疲勞 太過忙碌 你需要 從 目前的生活狀態 抽離一陣子 這是你接下來會有的一個 時期 所以呢 Michael Jackson要跟你說 多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不要把所有的時間 你的生命全部 燃燒在工作中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是 The very ring 記得一定要改善生活 就在這個月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改善調整你的生活狀態 可能是多花一點時間 在你的興趣愛好上 多花一點時間 讀書 閱讀 或者就是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 就是 我覺得看起來是 脾氣的 暴走 最近可能有發生一些這樣的事情 那你也已經意識到 一直在舊事重演 一直在崩潰 或者說一直會有一種 衝動 去做一些 事後悔後悔的事情 那如果說真的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你是可以 改善它的 那怎麼改善 就是多給自己 時間休息 療癒 放鬆 不要讓自己壓力爆棚 你需要多花一點時間靜下來 做一些精神上 可以得到放鬆的事情 譬如說 冥想啦 禱告啦 做瑜伽啦 運動 還是怎麼樣 你需要大腦完全放空 就真的 壓力太大了 那當你完全靜下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的方向在哪裡 就你知道 什麼 是對的 你的直覺會指引你 可能會需要一陣子的時間 整理家裡打掃 以及完全的放空 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然後從簡單的事情中 找到快樂 這個是你在下個滿月之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斷捨離一些不開心的事物 然後衡量你生活中正面跟負面的事物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做一個清單 列出來 到底哪些事情是你 真的受不了了 承受不了 精神上覺得壓力很大 你就把它篩掉 從你的生活中去掉 去除 還有什麼 你其實是一個很需要放鬆的人 很需要享受快樂 請你多唱歌跳舞 放鬆 讓自己閒下來 然後讓自己閒下來之後 你會有更多的靈感 知道你接下來該怎麼做 所以看起來 Michael Jackson要給你的訊息就是 請你放鬆放空 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想 然後看起來 工作 不要讓工作佔太大一部分你的生活 選到第三組 看起來是超級工作狂 或可能你的工作已經有一點影響到家裡 就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那你要多花一點時間 跟家人聊聊天 關心家人 不要帶給家人太多的壓力 然後吃一點好吃的東西 做一些讓你放鬆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放鬆 就多補眠睡覺 運動 我覺得你真的超累的 特別是工作帶來的壓力 已經有一點影響到你的身心健康了 所以選到第三組的朋友 Michael要給你的訊息就是 不要太拼 好好休息一陣子 靠賞自己 那這就是給選到第三組的朋友 你今天的解排囉 非常感謝你的觀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選到第三組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願望 想要許願 或者你想要放鬆的話 我們抽到了心經 你可以每天唸心經 然後在唸完之後 將唸心經的功德 可以回向法界所有眾生 地獄眾生 孤魂野鬼 以及所有的醫療人員 生病的人 等等 然後經過這樣子大的回向 你許願的力量很大喔 你可以許願 希望家人身體健康等等 希望所有的醫療人員 身體健康疫情結束 那這就是給你今天的解排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